OSP.RUBO T.I.G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這一集西宮小垂堂要教大家的是 RUBO 也就是TIG 雅氣焊接 我們之前教完CO2也教完帕的故事了 所以在這一集我們要教工業上最常被使用的雅氣焊接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當然要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雅氣焊接的原理 其實雅氣焊接它的原理呢 就像是閃電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那根烏棒就像是雷神索尾的锤齿一样 顶目一啦 所以当烏棒要焊接你的弓箭的时候 它的哑气会不断地往下吹 这个时候就像是一种类真空的状态 而这个类真空的环境呢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充满哑气纯度非常高的堡垒 哑气焊接里面的那根烏棒呢 它就是带着高强度的电流一路往下冲 这又是我们常说的高周波影 今天这道闪电当它被引导到地面上的时候 它会带着非常大的电流一路闪到地面 而产生了高温 而这道闪电它就像是亚汉当中的电弧一样 所以每次我们按一下亚汉枪 它所产生的一次电弧就产生了高温 而这个高温就让物质变成了第四态 你知道物质有四态吗 就是固态、一态、气态跟变态 固态、一态、气态跟电离态 而电离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prisma 而prisma它就是电强 好,我知道你已经听不下去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马上来开始探接吧 好,go! 首先我们先开机 然后反复跟手势都不要开 电压我们先调整在150的位置 然后我们打开气体 按压一下枪 让扶球保持在5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研磨你的乌棒 磨出一个尖头 装上你的乌棒 然后记得要夹上你的正极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探接了 点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两块板子千万不要理得太远 能够让它越贴近越好 然后在点的时候有一个诀窍 就是你的乌棒不要直接碰到你的弓箭 距离你的弓箭大概1mm到2mm左右 那点焊呢有个技巧就是 每点一次然后往左边移一个 每点一次往左边移一个 记得要有一个节奏 你也可以在你的心中算牌子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记得你的乌棒不要直接碰到你的弓箭 一些弓箭的需求 我们会用到填料 如果你今天焊的是不锈钢 你就用不锈钢的料 如果你今天焊碳钢 那你就用碳钢的材料 那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当你焊到最后一下的时候 让气体保留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示范大家最喜欢追求的 手摇式的玉米汗 首先当我们电污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容磁 它是像一个沿路拖延着墙壁边的小水柱一样 慢慢的滑过去滑过去 所以你的手的幅度大小 跟你摇晃的速度 它都会影响到不同样的汗道的呈现 跟颜色的表现 右手练习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练习左手的补料 你的大拇指要往前推 然后跟着你的摇摆速度 然后慢慢的送料出去 而当我在摇汗的时候 我会把开关改在大拇指的位置 因为我会觉得 僵直在手指的重心上面表现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现在开始汗 那因为加上左手补料的关系 所以你要注意 上下的钢板跟左手的骨料 你都要保持在同一个容磁当中 让这个水珠的液体 它同时牵引着这三个方面的位置 这样你焊起来的焊道 它才能够比较漂亮 而且它能够真正的渗透到钢板里面去 然后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不断顺的节拍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然后当你在做这样子焊接的时候 你要进入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杂烈的状态 因为只要你有一瞬间的分性 你都会影响到1 2mm 的落差 这样你的焊道就很漂亮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的 所以你的手势的不同 也会造成你的鱼鳞的不同 温度调整的电量不一样 你也会造成你的色褶 它的光线 都会不太一样 那只要多加练习 那就会OK咯 好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请你携带符合规定的安全面罩 这样可以帮助你长时间的练习 然后不会伤害到你的眼睛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简单 看完上面的基本焊接介绍呢 相信你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在设备上花了非常多的钱 是为了清楚的拍到我手部的转动的动作 那也希望呢 你们能够帮我们多多的订阅分享 或者是留言 让我们继续再把更多的亚细焊接技巧 或者是一些工业上的技巧 继续拍下去 那也欢迎呢 各位老师傅们 我相信我焊得不是很好 如果你有更厉害的亚练焊接 请PO在我们下面 盖出一栋非常厉害的亚练焊大楼吧 这也是超认真少年 大家下次见 拜拜 一定要自己焊喔